就是他覺得 對那女生這樣不好意思 就是好像招待不周 我們這樣子對他生氣這樣不好 然後就是在跟他聊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說 有什麼好感 道歉的 你要跟我道歉吧 我本來很興奮說誰 他說張皓宇 我說我以前就知道這個人 五熊 幫我貼一下 剛認識的時候超討厭 你們兩個感覺 我剛剛為什麼說不看好 你知道嗎 其實五熊是一個看起來開朗 但他是把自己包圍起來的一個人 有心搶 所以應該是宅女對不對 是不是 會不會 我比較喜歡獨來獨往 五熊應該比較不好 攻破你的心防 對 就是我需要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其實我比較獨立是真的 所以我第一開始 見到他的第一眼印象 我滿討厭他 為什麼 怎麼會討厭 因為他那個時候太陽光了 然後因為我們在教會我知道他 其實那個時候我的生命 還在一個有點黑暗的時期 我不想跟人有太多的接觸 怎麼會這樣 有很多的受傷沒有處理 然後我覺得面對工作很多的人 然後在自己有一點失衡了 所以我那時候去到教會的時候 我其實也不想跟人有太多的相處 但是我很想認識這位上帝 我只想安靜的在這裡 對… 結果旁邊一個白髮才這樣 嘿嘿 手上把他打下去 浩宇是陽光是嗎 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做招待 然後做招待就是 本來就應該熱情 對 他是很熱情的招待 真的假的 我們主日的時候是10點半開始 然後前面有招待 妳才有原因嗎 因為妳漂亮啊 沒有 他在每個人都這樣 而且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 故意讓自己就是不好接近 酷酷的 臉很臭 我是故意的 然後都低著頭 就是不想要有人跟我打招呼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 招待又在那邊了 還沒走 我就 我會等 等到他們都撤光了 最後一個再進去 有一點色恐 有 我其實那時候 有一點人群恐懼症 對 那個時候 他就是站在那邊最後一個 要跟你說早安 然後是走到你面前的那種 陽光燦爛笑 我那時候最怕這種人 然後後來我就一想說 我要等他走了才可以進去 還刻意要閉著他 對 他一直在門口不肯走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裝忙要講電話傳訊息 我都在裝忙了 他還會過來說早安 然後發一個DM給你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天啊 這個太刺眼了 我要離他遠一點 有八年的時間 我都是在不喜歡這個人的狀態 很久了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就我們會有一些共同的服飾 會遇到 我都不會跟他打招呼 OK 對 然後呢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去上表演課的時候 他竟然在班上 又遇到了 對 緣分 他在班上 我心裡想說 那堂課怎麼會 這是一個陰謀 你設下心情吧 知道他在裡面 你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剛好就遇到 就在同一個課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他怎麼可能在這裡 然後我就還跟老師說 因為老師跟我很好 我就說 可不可以不要把我排跟他 同一組練習 然後老師還說好 所以我都沒有跟他對到戲 OK 然後在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他突然要走的時候 跑過來問了我一個問題 什麼關鍵 他就問我 另外一個老師的課 我有沒有上過 他想去上 我就很冷到說 有啊 去啊 但我後來沒去 據點 對 我就據點他 想說就不會有任何互動 結果就是那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要拍大合照的時候 然後那張照片 我竟然跟他是 靠在一起 在哪一張 我竟然是靠在一起 對 你靠著他 你靠著他 我跟你講 不可能 那一定是我先擺好 然後他擺在我旁邊 但是這有證據 照片留著以後講見證 對啊 講見證 是這樣子來的 那是我是後來跟他遇到 2020年我才知道 沒有 那是2018年 一直遇到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有認識 就感覺很怪 可是我都沒有想到 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然後也是表演課的同學 然後就曾經有 不止一個同學跟我說 我覺得有一個男生很適合你 他也是姓主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本來很興奮說誰 他說張皓宇 我說 我以前就知道這個人 他 我沒感覺 對 而且也跟他講過 對不起 他信他的 我信我 我們兩個信了 是不同的一個上帝 所以是同一個 是同一個 可是我們不見得要有互動 就是他信他的 我信我的 但我們不一定會信胡 對 然後結果我們想要遇到 以後的證據對不對 你自己先靠人家對不對 我真的不是我 對 厲害 各位 告白 對 你什麼地方不好選 你選一個 麵店 其實我們那時候還認識不到 一個月 還有切蘆味的那一種 真的 就是很緊張 後來才知道 其實原來他其實也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吃麵 我想說天啊 他真的跟我告白 我要用什麼方式回應他 怎麼辦 我到底該 一口麵都還沒吞下去 對 還是我就腦袋跑了太多東西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一直滴著頭吃麵 然後他以為我在生氣 但這個時候已經是一個月了 快一個月 就是有好感 互動認識一個月 對 你告白 你說什麼 對你有好感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 意思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這樣子 很誠懇的 但是因為他那時候 他沒有告白過 他會怕告白 然後呢 那時候他是 有五年的時間單身 都沒有交女朋友 所以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突然覺得 這個 就很... 這個有了 很純純的愛 這個口碑不得了 我就覺得 就是雖然他也比我小五歲 可是 因為他的單純 他的真誠 然後他在過程當中 都非常的尊重我 然後我就覺得他又很愛神 很跟隨神 他是一個可以信賴 對 肯定是個好人 對 恭喜兩位 我們已經 好 來 第一次吵架 不要 我跟你講 別以為一切就順順髒 沒有 吵這麼兇 分手算了 來 來 到你說的時候 到你知道問題到底在哪裡的時候 這段時間你就好好再加吧 我在昨天已經說了 我了解你們說的 你沒有 你也沒有說你的部分 你跟我們意見不同的 你跟我們意見 不同的意見到底在哪裡啦 你到底看了什麼啦 只是只知道你說什麼什麼很重要 不要一直跟我繞圈圈 我說每個人都很重要 不是這樣 帳篷的時候不是這樣 對不起 老婆 我承認我常常神經大條 但我真的很在乎你 很愛你 不是我沒有替你著想 就代表我不愛你了 你讓我很相信 我會求神給予我你的細心 更多體貼你的感受 我說話的時候 你都一直不聽 我覺得這段時間你先回家住吧 我們先分開 我也需要這些安靜的空間 對我們都好 這麼嚴重 好 謝謝你 你可以找這些 回來哪裡需要的衣服鞋子 或者是歡喜物 然後順便把吉他帶走 謝謝 好 沒問題 請提醒精選專輯 精選吉他 但我們的部分還有被他 還有他又發現 我們之前去什麼什麼的路也放了 但那個時候 明明就說不可以 不可以 不 請你處理這件事 好 沒問題 OK 明天白天處理 想你 好像慌喔 我害羞 好想哭 你該回家了 你該回家了 我也想你啊 神經病 這兩個人神經病吧 太抓馬了啦 這個決定是神經病 太抓了啦 來 來 來 宜甄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然後我們跟我們團隊的 一群朋友去環島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 比較不熟的一個女生 跟我們一起 她不是我們團隊的人 然後但是她跟她是認識的 相對跟她比較熟 她太喜歡拍我們在幹嘛 然後上傳她自己IG的那個線動 那她圈外人嘛 她沒有這種意識 對 她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自己都說好了 就是素顏或是拉他 或幹嘛不要PO 我們自己玩或是自己怎麼樣 其實我有跟她講過 不要拍到我們 然後她說好 可是後來她還是拍了 還是一直在傳 後來我就已經有點生氣 我就有跟她反應 然後呢 她就會覺得說 我不應該這樣生氣 人家這樣也是好意 就是幫她講話 然後呢 她覺得 可能這樣子我不夠成熟 幫著外人 對 然後我只是覺得說 蛤 你在幫別人 你沒有顧慮到我的感受 然後剛剛有講到一個帳篷 是因為我們最後是在 然後因為露營的帳篷 她看到那個女生 然後搭帳篷 不是 太嚴重了吧 太嚴重 不是 太嚴重 不是 是真的帳篷 你聽她說嘛 因為我們的人數比較多 帳篷數沒那麼多 所以就會變成是 男生女生分開睡 所以那時候我又跟她分開睡了 這件事情我們就有表態 就有一點點 整個大家都不高興 就有點大家小吵架了的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我就生氣 我們就大家其他人聊天 到半夜2點多 然後就突然有人發現 那個女生在男生帳篷裡 然後我一直要在男生帳篷裡 我理智線就斷 我想說半夜2點半 我老公不來找我 她在帳篷裡幹嘛 然後對 原來她在跟她道歉 就是她覺得對那女生這樣 不好意思 就是好像招待不周 我們這樣子對她生氣這樣不好 然後就是在跟她聊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說 有什麼好跟她道歉的 你要跟我道歉吧 可能在群體當中有一些女生 她們可能有一點情緒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緩和這個情緒性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事情講清楚 不要有誤會 不要有摩擦 就希望大家好 但是可能沒有顧慮到她的感受 對 我跟她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她那時候很多 她帶的也都是女生 我才知道原來那時候 有很多女生喜歡她 對 對 然後怎麼突然空降了一個人 然後因為單身去服侍別人 跟結婚服侍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跟她講好 就是我們結婚之後 拜託半夜不要再有人打電話 給你哭他們的問題 對 因為有時候一講兩三點 就要講到四五點很久 要為她道歉什麼什麼的 對 但是我開始就跟她講 你必須要有一個界線 健康的界線 沒錯 你單身你可以這樣 或是你年輕你可以這樣服侍別人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住在一起 你還是要顧慮到我的感受 對 要不然我也沒辦法好好休息 然後聽他們講講講 原本在旁邊禱告禱告 最後我整個抓起來很生氣 對 她等於是一個牧者 我那時候就親到講說 親愛的五熊妹 我跟你講 你們的問題 我一眼就看出來 妳是她的私事 這個女生是她的公事 對 那不就清楚了嗎 但那時候不懂 而且那時候是我們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 她不是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男生 妳就不會產生這種狀態了 有 有一個男生有一段時間 妳怎麼那麼難處理 她就愛她 她就愛她 沒辦法 啊 好尷尬的 我這次 paints她 我這次的女生 她是那麼細膚 她是對 我這次的女生 她是她 她是她